尼西亚南达大师大家好,我是汪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讲 废陀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 金和银的使用 金和银它们是按照大师介绍 它们是可以吸收高频度能量最好的金属之一了 然后呢会有很多人在质疑大师说 他一个僧侣为什么披荆带银 并且还坐在银座金座上 不仅仅这样呢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到这个废陀的寺庙里 我们印度教的寺庙呢会看到 我们的所有的神 deity呢他们都是不会手软的 一定是每一个都是金光闪闪的 披荆带银的 所有的神大家可以看到 他都是这个装饰非常的多 并且甚至有一些印度教的寺庙 是以金呢纯金给包了一层 不光是这个deity还有它柱子等等 这一切地板可能都是也有含金这样 大师现在建的金寺庙也是 马上会成为一个金光闪闪的这样一个 现在已经金光闪闪了 会更加金光闪闪这样的一个寺庙 事实上呢不是说这些 师傅或者这些寺庙 就是非常的想要炫耀自己富足 它是相反的 事实上呢在废陀文化之前呢 是由于印度教的原因呢 是印度这个国家呢 由于印度教废陀文化的原因呢 是非常的繁荣富足的 在被英伦 英国侵占之前 那这个国家的本身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用阿格玛金书来指导的 也就是一个政务圆满的一个氛围 那么金属呢用金和银 他们是要给自己的神像给装饰的这样的 就是这个传统是在的 那么因为这个国家这么富足呢和别的国家贸易呢 他什么都不要他只缺金和银 因为他就是想给自己的寺庙增添这个设备 就是帮自己的这个装饰啊或者是打扮这样 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造成了金和银成为了全世界的世界货币 大家可以想象呢 印度当年是已经富足到了这个程度 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贸易和经济的体系 所以说呢是先有了印度教再有了 再成全了金和银是世界货币 是货币的这个事实 所以金和银变成稀罕物呢 只是因为他们对政务圆满有了这样的一个功效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自己本人也说 我穿金带银 我坐金 金椅子 银椅子 不是说我喜欢金或者我怎么样 而是呢是费陀文化的传统 如果我不这么做呢 我来就是 我来地球就是来 重新的振兴费陀文化 印度教的文化 我要做到的这一切呢 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们的真正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背景 而不是说我个人的喜好 这个是真的 就是大师每次出来开市之后呢 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这些手势全部都去掉了 大师平常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师说呢 之所以说我那些人呢 他们其实是对金钱有憎恶之心的 他们恨有钱人 所以才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大师说呢 我既不爱财 我也不恨财 就是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中立的这个状态 就是很客观的对待这个世界的 我需要做的呢 就是要把费陀文化振兴仅此而已 大师说呢 我带的所有的首饰都不是只有金和银 它全都是里面有Rudraksha 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子 这个是根据阿格玛经书上讲的 就是阿格玛经书讲呢 比如说大师出来要这个具体数字 我还真忘了 比如说他要做什么法会 做什么行为的时候 经书里都很细的记载 就是你要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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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饰 你要穿戴成这样这样这样 比如有72个细节或者怎么样 然后每一个首饰是要这样这样这样 非常细致的都有要求的 所以大师只是把经书拿出来 然后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去做而已 所以呢 经书里面讲的就是 大师要戴的就是菩提子 然后外面是镀的金 所以大师所有的首饰呢 也都是这样的 不是只是为了个人的喜好 他就是来代表废陀文化的 所以呢 在这跟大家讲这个背景 也让大家了解 这个废陀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并且呢 尼西亚南达大师 他看起来和其他的那些师傅 看起来这个调调不一样 为什么大师这么隆重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只是为了宣扬众物圆满的科学 只是为了让大家地球的超意识觉醒 这样 最后呢 再欢迎大家来 尼西亚南达大师12月份的 Paramashivoham的这个 超级的灵修的 终极的这个项目 一定不能错过这个项目 我会把报名单的 写在我的文字栏当中 和我的联系方式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尼西亚南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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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